肌少症不是老人的专利 越来越多二三十岁年轻人 身陷肌少症危机而不自知 喜欢高热量垃圾食物 想减肥却越减越肥 你是泡芙人吗 你知道吗 台湾五十岁以上成人 有将近一半都有肌少症 随着肌肉流失 行动将逐渐退化 越走越慢越无力 一旦进展成肌少症 卧床机会便会大幅提升 也会大大影响生活品质 大家好 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嘉义科 关心您身心健康的郑雅琪医师 很多老人家患有肌少症 但若认为只有老人家会患肌少症 那你就错了 也有不少年轻人 因为长期作息不正常 加上饮食不均 年纪轻轻就出现肌力减退 还有一种外表看起来身材适中 但实际上却是患了肌少肥胖症 是的 肌少肥胖症包含了肌肉质量力量减少及肥胖 一般人的肌肉量自青春期开始增加 到30岁左右会到达高峰 之后便逐年下降 50岁之后更是以每年1%到2%的速率在流失 大腿肌力每10年减少10到15% 肌肉量减少也应让人看起来消瘦 但肥胖伴随的脂肪囤积填充了原本的空间 导致看似中等身材 却是内脏脂肪高 体脂率超标的泡腐人 肌少肥胖症相较健康人 更容易表现胰岛素阻抗 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的几率 不可不慎哦 肌少症年轻化的原因 尤其容易出现在用不健康方式减重的民众 包含不良饮食习惯 太多精致加工品 熬夜作息不正常等 每天摄取超过身体所需的热量 又缺少运动 造成肌肉量不足 整体的基础代谢率降低 越减越肥 那么你的身体质量如何 除了简单的握力器外 事实上有更精确的方法来为您检测 肌少症的评估包括以下三项 肌肉质量 肌肉强度 及行动能力 其中测量肌肉质量 最准确的仪器是DESA双能量扫描仪 利用两种不同强度的X光扫描身体 可针对身体脂肪 骨质及瘦肉组织进行分析 辐射暴露剂量也相当低 仅有一张胸部X光一百分之一 也不会受到身体水分电阻的影响 家鸡目前有最新的DESA双能量扫描仪及专业的医疗团队 能够准确评估肌肉脂肪及骨量 并给予最适当的评估以及治疗 如果您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肌少症 家鸡检送中心团队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摆脱肌少症危机